債卡病毒已經蔓延至全球34個國家 省疾控專家說,如果溫媒密度控制得不好 廣東亦都有出現本地病例的可能 周詠怡報道 債卡病毒是一種溫媒傳染病 跟我們熟悉的登革熱有相似的地方 感染者都會出現發燒、出皮疹等的症狀 登革熱病毒在人體血液內持續的時間較長 而債卡病毒在人體血液內持續的時間較短 但是在人體的口水、療液亦都可以檢測出債卡病毒 這個病人最大的特點引起全球關注力 雖然症狀不弄,但是它能夠引起 就是孕婦感染以後引起胎兒的小口症 但是人父在懷孕或者生產過程中 將債卡病毒傳給小孩子的機率現在還不清楚 登革熱和債卡病毒都是通過醫問釘咬感染者之後 再釘咬其他人來傳播 而根據國外的民憲 目前流行疫區主要是通過埃及醫問來傳播病毒 而廣東地區是以百聞醫問佔優勢 雖然民憲也記載百聞醫問同樣可以傳播債卡病毒 但是傳播能力有多強就還有待研究 如果說它的傳播效能跟埃及瘟一樣 那我們估計想跑掉海南 但是如果說都還沒到百分之一 我們就比較安心一些 中國在中國埃及瘟的存在的地方 現在就是這個地方 一個是海南島的 有的 一個是廣東無加利亞的地方有的 一個是雲南靠近南邊境的地方 鄭專家也表示 不排除性接觸可以傳播債卡病毒的可能 鄭專家說 廣州出現輸入性債卡病毒病例的風險一直都存在 而隨著氣溫續線回升 加上現在已經有了輸入性病例 如果蚊媒密度控制得不好的話 廣州出現本地病例的風險就會再一步加大 鄭專家提醒 預防債卡病毒感染的最有效保護方法 就是防止蚊蟲叮咬 要及時清理積水 防止蚊蟲滋生 廣州電視記者周詠怡報道 市公費辦召開新年工作部署會議 會議指出 南沙大江垃圾焚燒廠和蟲化檀口焚燒廠 將會在今年點火市混合 而隨著大江焚燒廠的投入使用 官如火燒江垃圾填賣場將會封閉 馬東明報道 大江垃圾焚燒廠年前已經完成基礎工程 出折後正進行絕體建設 大江垃圾焚燒廠一期建成之後 每日可以處理2250噸的生活垃圾 由於潘越人口激增 加上南沙自外區發展需要 大江垃圾焚燒廠成為 從事第一個需要建設二期的項目 廣州還在去年4月就發出焦標公告 二期建成之後處理能力翻倍 將是廣州最大的焚燒項目 因為二期都會生增一些土地 都會在我們一期的周邊附近去解決 目前潘越的生活垃圾一直送到 火燒江垃圾填埋場處理 2014年就已經形成兩座高70多米的垃圾山 當時潘越區城管部門已經指出 到2016年火燒江很可能就會填滿 會議指出 今年大江垃圾焚燒廠就會點火試運行 屆時垃圾不再送到火燒江 火燒江封牆提上一程 副市長鄭曉丹俗話 吸取勝負1年20萬波士局的嘉賓 做好建築費料處理工作 廣州規劃佈局35個建築費密銷牆 我們必須將防評的情況 安全評估的情況施工方案 日常的監管這些 納入我們的管理範疇 另外市城管委還說 今年會繼續推進垃圾費 除水費徵收改革 不過我就沒有透露到具體的方案 廣州電視記者馬東寧報告